我们的生命活动是有节律性的,睡眠到觉醒的昼夜节律,是生命活动中最明显。 最重要的节律,失眠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,也是特别常见的事,大概是个人当中就有九个人有过失眠的经历吧。 为什么现在失眠的人越来越多呢? 其实主要原因只有两个,那就是饮食不节和情之所伤。 一,饮食不节,这里所说的饮食不节,就是指的中医里所讲的饮食不节,实际上就是指的味不和慈悦不安,味不和慈悦不安。 始建于宿问也条论,这是中医学对悦不安病基的最早记载,清代将陆在张十一通不得欧中又进一步阐述了其原因。 卖术华有力不免者,终有素食弹火,此为味不和慈悦不安也,历大一家大多认为,饮食不节,常未受损,素食停滞,弹火上扰,背脊不和,一致不得安慰。 所以说,很多失眠原因,是因为平时不注意饮食造成的,也就是所说的味不和慈悦不安。 二,轻之所伤,皇帝内经,早指出喜怒不节则伤脏,脏伤并起于阴,灵书,百病始生,不认为狗情首先伤害五脏,此学说五行理论对背景。 如素问,阴梁阴相大论,中怒伤肝,恐伤肾,得,每一种情质伤害其相应,的脏伏,然团情不一,并影响相应的脏伏,如南经,四十九难,约,忧愁思虑,责生也或者,灵松静脉别论,中的积走恐惧,汗出于肝,然而,也主神,因此为妾至伤,虽本五脏,而,必归本于臀, 一传同意,劳伤,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生气,过后容易失眠的原因,那么如何改善失眠呢?我们就可以从造成失眠的根源做起,一,吃点脂宁多糖化合物改善失眠,不过浮原辽阔,气候多亚为子汁的生长,营造了良好的条件,九月是子汁喷粉的季节,而这些从子汁的子实体,中喷出的粉末,就是脂宁多糖, 知名多糖作为子汁的种子,而破了子汁所有的遗传物质,大家都知道此汁自古就有,安全益气的作用,也能入五金星干皮为甚,也就是说能从失眠的根源改善, 同时,细胞的增值,分化,迁移,雕傲,与生命活动兮兮,相关,这些重要细胞事件,的失衡或破坏,会导致失眠的发生,自由基在体内的不断堆积以发氧化应激,成为很多疾病的诱因, 知名多糖作为一类重要的天然活性物质,对细胞的氧化损伤,具有保护和修复作用,知名多糖不仅可维持细胞正常形态和结构, 兴富受损细胞细胞形态,而且,还能对氧化损伤所致的睡眠细胞活力下降,凉亡的发生起抑制作用,知名多糖最古老的安眠药,知名多糖之所以被誉为最古老的安眠药, 是因为其中的显感,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,具有很强的催眠作用,能促进松果体分泌退黑素,加深睡眠,减少体内自由基的堆积 二,生命在于运动,和睡眠与运动,大量研究表明,睡眠障碍与焦虑和抑郁等不良,情绪密切相关,睡眠障碍可以引发抑郁,焦虑和不安等精神活动障碍, 睡眠障碍者抑郁和焦虑症状明,陷高于正常人群,而不良情绪也可导致睡眠质量下降,抑郁症患者中约80%存在失眠,早醒和睡眠过度等睡眠障碍 传统健身运动不仅可以改善老年人睡眠质量,同时具有减轻焦虑和抑郁等不良情绪的功效 传统健身运动本身具有调息、调心、调节情绪的积极作用,在降低焦虑异与等不良情绪的同时也可改善睡眠质量,促进人身心健康 三、学好失眠的学位改善失眠,失眠主要症状包括入睡困难、异性、躲梦、早醒 或醒后再次入睡间隔超过30分钟,总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,同时伴有醒后头昏、乏力、疲劳等不适 数学配伍是影响针灸疗效的重要因素之一,数学配伍是在针灸选学原则的指导下,配与作用相同的数学 一期高临床疗效的一种方法,询经学学是针灸疗法中最常用的学学方法 之一,即在机会所属经脉的询行路线上选取学未来 疾病、失眠常用的学位,失眠患者可爱有取学、安眠学、永泉学、深门学、内观学、三音教学 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是握紧拳头,对失眠时进行敲击,每次大概敲100次左右便可以 或者用双手手指的指面对睡眠学进行按摩,而其余的四个指头则轻轻地扶住脚步,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在进行按摩的时候手部的力度一定要轻柔 当按压学位时,放松心情,深吸一口气,然后还缓得吐出 心理摒弃一切杂念,什么都不去想,不一会便会有困意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 感谢观看